大家好,豆医生,很高兴又和您见面 今天这个video想讲什么呢?我想讲一个眼睛表面的疾病 那么眼睛表面就是Surface Eye Disease 这些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表面的就是有一个角膜,睫膜,拱膜 然后这个角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睛前面透明的很薄的curl的结构 就是能看见它有透光的作用,这就是角膜 然后那个睫膜就是一层薄薄的显微组织在拱膜上 拱膜就是我们讲过了是一个很坚固的白白的眼白的部分 真正的眼白就是拱膜 那么就是这三个结构看起来很觉得很简单很不重要 但是它那个疾病呢是有比较复杂的 也有不同的原因,有些是很简单的 你可以就等它自然恢复,有些一定要用药 甚至有些要做手术的 那么就是我大概讲一下这个角膜 角膜一般来讲正常的人角膜就是透光嘛 对吧,光就照射进去,角膜实际上看上去很薄很透明 实际上它也是很坚固的组织 很硬的,它有几层 然后它有机脂 然后呢,这个角膜一般来讲是个圆形的 这是个均匀的弯度 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有些人呢 这个角膜的这个弯度不平衡 不均匀,或者不在中间 它那个点,这些人就会引起 趋光的问题 就会引起,或者是 我们讲叫 叫 一个不是近视眼 但是就是你 因为你这个角膜不平衡 不均匀 那么你看到的这个就是散光 就是一个原因引起散光 就是因为这个角膜不均匀 那么角膜其他的还有什么疾病呢 就是它很 虽然说它很坚固 但是它也比较容易 比较机械性的 就轻轻滑一下啊 滑破了,或者溃疡啊 有些病毒感染会引起的 或者戴隐形眼镜也会引起 那么这个角膜的 什么情况下要去看急诊呢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 损伤,急性损伤 你知道什么东西 刮了一下眼睛觉得很痛 流泪 不能睁开,怕光 那你就赶快去急诊 最初越早越好 因为如果角膜有斑痕的话 将来就是你想这个透光路 就不如正常的 那么一定要去 另外一个就是感染 也是很疼 你知道你有戴隐形眼镜 睡觉的时候忘摘掉了 起了以后 这个觉得眼睛很痛 然后甚至流泪 蒸不开 甚至有一些那个分泌物 都不是水性的 而是黄的、绿的 或者是很浓缩的那种 那这也一定要去看急诊 那么这就是角膜的 急诊的那个情况下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看医生呢 基本上如果你要是 除非你用眼过度 你知道我今天就是眼睛累了 就不用看医生 其他的 如果你觉得眼睛表面有疼痛 可能是很潜在的 你不注意的去擦眼睛的时候 手皮肤比较粗糙 可能就把角膜刮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慢慢恢复 但是看一下呢 医生可能就会确定 没有溃疡 而是表面的 碰了一下 刮破 那么用一点药 很快就恢复了 这些就是 我能想到的角膜疾病 就是这样的 那我说那个散光 那么就是用近视去调一下 你这边厚 这边薄呢 把那个薄的地方 加厚一点眼镜的时候 这样就能够调整那个散光 那么结膜呢 结膜的病比较多 就是比较 按理说 结膜的病 基本上不是很严重的 就是因为有allergy啊 就是过敏啊 病毒感染啊 就是pink eyes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红眼病啊 都是这个结膜 那这个结膜啊 基本上都是最常见 就是病毒引起来的 像红眼病 那你看的呢 也就是医生说 给你这个药去滴 但注意就是什么 如果你有红眼病 两个眼睛都红的那种pink eyes 那么你知道有over counter那个药 你就拿来点一点 但注意的是什么呢 隔离 不要跟家人一起共用一个手巾啊 共用一个水池 在水盆这样的东西 那么就保持你的病毒的 引起的结膜炎 不去传染别人 另外一个结膜很容易在过敏的时候 那种 过敏的时候引起这个结膜炎 这个也比较常见 也一般是双眼睛 就可能是红眼病 可能是也可能是病 病毒引起了以外 可能是过敏 那么这也是同样的 你也要用一些就是 就是 就是那低眼的药 把它 缓解一下那个痒啊 流泪啊 这些症状就是过敏性的 那 那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最好的情况下就是说 虽然你说就是红眼病 你已经有红眼病接触了 朋友有红眼病 或者是过敏的季节 你知道是过敏 那么还是最好是看一下医生 去确定一下 没有其他疾病 没有细菌感染 这样的话你就心里也放心 那么你就遵照医生给你的医主 或者是在药店买一些低眼药 或者医生给你开一些处方药 那么你用起来你也就比较放心 因为眼睛嘛是很珍贵的哈 那么下一个就是能想到的眼睛 这些结膜比较重要的一个疾病是什么呢 叫 异状奴肉 这个词呢是完全的医学词 Pateria 就是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结膜 显微化 增生 然后呢 你就在结膜这还好 因为不影响透光 那么有的时候 它就成一个扇形的 就往角膜上涨 这种情况下就影响透光影响视力 这种 这个 这个角膜异状奴肉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光 就是说 就是 紫外线的强烈照射 长时间强烈的紫外线照射 会引起这些角膜奴肉 那这个 一般来讲 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因为它就是 和你这个结膜是好像是你结膜一部分那样的 但如果它影响到角膜了 就影响到透光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晚了 如果你自己经常照着镜子 看好像有时候东西长出来了 虽然没什么感觉 你也要去医生那里去演个医生 尽早就把它给 治疗是什么呢 就把它给 用那个刀把它给刮掉 切除掉 是还会复发 但是呢 起码这个切除掉以后 就缓慢它那个 像这个角膜挺进的过程 是不是 因为它就往中间长 长到这个角膜上 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就是说 要有自己留心看看镜子 是不是有奇怪的东西长出来 那么就去看 然后早点治疗就行了 所以这就是结膜 那么下面就讲这个拱膜 拱膜一般来讲 除非就是拱膜有炎症 细菌或者病毒性的 一般来讲 它就是从血液 或者从眼睛内部长出来的 或者是这个解膜的病 很严重的解膜细菌性的 可以侵蚀到 因为在拱膜前 还有一个前拱膜 所以它这个保护层 是比较固定的 一般来讲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要是有的话 就比较严重 一定要用抗菌素去治疗 甚至可以全身用抗菌素治疗 那么拱膜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能够告诉这个黄胆 就是如果拱膜发黄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正向就是黄胆 第一个正向就是拱膜变黄 那么也经常去看一看 虽然它不是眼科疾病 但这个眼睛也是 说是心灵之疮 现在这个眼睛就是血液和肝脏的疮 为什么呢 因为这拱膜黄胆的这个疾病 基本上不是血液来 就是肝脏来的 或者是胆囊 那么就是所以呢 如果你经常看一下 肝脏变黄的话 就是黄胆 那你就尽早的去赶快看医生 所以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好那今天就讲了一下这个眼睛 表面的眼睛疾病 我希望它对你有所帮助 那就是那些急诊的情况 要记住 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看医生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在家 简单的用一下那个eye drops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再讨论 好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